不要殺我 OK投降在刀哥面投降 哈囉大家好我是薩克 是你被遊戲耽誤的保險業務院 歡迎回到薩克的方舟人師傅 啊對這次我們又要來打舊約啦 不過這次我們不只打18 那薩克要來測試一下 就是如果我使用雙六星雙和 然後其他成員全部使用金二四星 然後技能沒有專精的話 到底可以在維基合員裡面打到多少分 這次烈星可以打多少分 那我測試過幾次之後呢 欸對20分喔 這技能上是20分 那如果我今天四星金二的幹員 全部滿專精就滿練度的話 應該是可以打到23分是沒有問題的 對因為其實就是火力的問題啦 真的 技能有沒有專精其實就是取決火力的問題啦 畢竟這24分的這個 提升120%的生命值跟70%的生命值 其實是有差的喔 對所以呢其實 對所以其實這個是 對畢竟啦 低星盾還是有極限的 那沒關係 那相信啦 如果替換成其他四五六星的話 我一樣也是滿分的 好那我 OK那我們今天就來展示一次喔 就是四星幹員喔 對如果只帶兩隻雙和六星的話 帶薩克的金二四星大隊可以走多遠 可以打多少分喔 那這個就示範一次給大家看吧 那記得要點一下這個 對記得要點是狙擊跟近衛的tag 那我剛剛不小心選到這個 哇這是浪費 超超超超級超級白癡的 小人下不下來 OK那這邊的話 如果你是要像薩克一樣挑戰這次的話 對不對 我不建議你選這個 因為攻擊速度提升75 刀割是3秒抬一刀 3秒砍一刀 那這樣子有可能導致如果你的火力輸出不夠的話 刀割可能會在蒸汽通道裡面就是暢行無阻啊 對有可能會把你的一些 躲在後面的幹員 躲在家門口前面的幹員給殺死喔 會導致你翻車 所以呢建議大家點這一個 因為攻擊提升二鼠爬 但是刀割三秒出刀 那你不要讓他出刀的話就沒有機會 他就沒有機會砍死你的幹員喔 那還是一句話 就是練度基本上練滿的話 滿分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難度 如果應該有的東西都有的話 好啦以上呢是我使用的隊伍 對大家有沒有看到 全部都是金二四星喔 那甚至有很多人的技能都沒有專精喔 唯一有專精的好像只有 陶技能專三跟這個 紅豆二技能專二喔 對因為我原本是要把他專三了 對然後我現在是二技能專二 那其他人全部都是技能七 那我們帶這麼低戀的隊伍 對如果是以打高分來講的話 已經是超級低戀的隊伍的話 我們這樣子的話可以打到二十分 那傑哥的二號技能專三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原因是因為這二號技能專三呢 可以直接把黃刀哥還到死喔 技能迴轉速度快 然後之後呢其實傷害速度也是爆炸的 那小羊專三這個很重要 那這個應該不用多說了 好啦OK那我們就這樣子 正容打給大家看喔 開始吧 開始吧 OK就約二十來吧 開場我們放桃金娘的一模一樣套路喔 之後呢把你的紅豆同學放在這個地方 對跟其他的打法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扣50%的回費數太慢了 那紅豆如果放在這邊的話 殺死敵人的時候呢可以回一點的費用嘛 那這邊小兵其實都可以讓紅豆 對當紅豆的提款機阿 這樣可以幫助你的隊伍回費喔 而且紅豆呢檔一 傷害也不錯 好這邊呢有技能就開 紅豆有技能就開 不要省 好復屬傑哥 傑哥很重要 好在這邊我們開技能 技能 技能然後直接技能 好 好放上我們的地靈 好撤退掉紅豆 換上夜焰 然後呢記住一件事情 刀哥進到射程內 直接開傑哥的技能 為什麼一定要直接開呢 因為這樣你的時間軸才對得上 你如果晚開的話呢 會導致你時間軸對不上 那會翻車喔 有沒有 哇這就是金二專三的 二技專三傑哥的威力阿 直接把刀哥還死在這個地方 超猛 好這邊放上阿梅 那金二的阿梅呢 由於會增加攻速喔 所以可以直接把法師還死在這條路上面 那帶一號技能 基本上法師完全進不來了 那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這件事情 好這邊呢 好這邊呢 往上加威兒 那一樣 傑哥的技能有就開 很重要 馬上就開 然後讓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金二的阿梅 可以直接把法師換死在這邊 對 連碰都碰不到 大概在17的時候呢 部署龜龜 那一定要提早部署 你這樣走 因為不然的話 太晚的話 重裝太晚下 你就會翻車 好一樣 開技能 那差不多法師一樣走到這個的時候呢 下力 好撤退 關回一倍速 為什麼關回一倍速呢 因為我要抓傑哥的那個時間 對阿 快點 好CD 那一樣力的CD好就下齁 對力的CD好就下齁 不要省 因為我們這一關是打20 OK 力被殺死了 對不起喔 OK 那這邊你可以撤退掉紅豆 沒有 你可以撤退掉桃子娘 換成紅豆同學 為什麼 紅豆也是有傷害的 OK 放力 接下來你就不停的下力就對了 好 撤退 有就撤退阿 有就撤退阿 不要讓謝羅斯阿 這是故意的好不好 然後這邊一樣 下力 可以當兩發 可以當兩發 OK那這邊呢 我們開傑哥的技能的一模一樣 刀割進射存馬上開喔 OK 好下力 開地零 好撤退掉力 好 那接下來呢 一樣 就是力有就丟喔 那你這邊 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那個什麼 小羊技能不要太早開 一旦是夜焰可以 刀割進射程就開夜焰 好 撤退 好 紅豆技能啟動 這邊呢 我們光有預備說 我們稍微看一下 我們可不可以直接把刀割 戳死來這條路 如果不行的話就要開 就可就要開火山了 來火山 好火山打開來 對不錯不行 沒辦法 那這邊 不要換 放 放力 OK 那基本上這樣子的話就沒有問題了齁 那一樣就是有力就開 那這邊 放下來 擋一下敵人 OK 好 沒有問題 再來 OK 等一下喔 D零 啟動 OK 放力 不要殺我 OK 投降在刀割面 投降 好啦 OK那基本上這樣子就結束了 所以這樣就結束了 OK 只是刀割在刀割那邊的時候 如果你的紅豆有賽到他的被動的話 對應該是 應該是不會被刀割殺死啦 對應該是不會被刀割殺死 沒有問題 OK 那放紅豆下來 那如果你就是 活力不夠 對導致一些 對導致那個什麼 對導致 你的你沒有辦法順利的把服飾的擊殺在這條路上的話 紅豆可以放在這邊補刀喔 OK基本上是這樣子 好啦以上呢就是只帶兩隻六星雙合喔 對然後帶 在技能七的金二四星喔 來打危機合約超過個18分 對大致上就這樣子 那有點可惜啦 如果薩克今天可以把那個四星幹員全部都金二滿級到 專金三的話 我應該是會再挑戰更高分的啦 對 但是 這次應該是應該是沒有機會啦 因為我還有很多東西要練 好啦以上呢就是 對 就是20分的打法 那這套打法 你可以直接照抄去打18喔 絕對會夠 百分之百會過 希望給大家一點信心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